韩流发威全台各地冷搜搜 而花莲施工所赶快启动了暖型专案 由市长魏佳燕趁着夜晚送物资以及保暖的衣物 给火车站附近活动的街友 并劝导他们尽快换上物资中保暖的衣物 另外也呼吁市民如果周遭有需要协助的个案 请立即通报施工所 也可以多加利用爱花莲食物银行的物资 韩流来袭各地冷搜搜 花莲市长魏佳燕21号晚间10点钟 在市劳客长萧子卫陪同之下 前往花莲火车站周边来关心街友 他们在寒冬里的生活状况 也一一赠送了暖型物资 希望他们可以做好保暖工作 度过这一波寒流 今天我们先到花莲火车站前站关心我们一些韩市 其实我们这次寒冬暖型专案 有准备200份的一些替我们韩市所准备的一些保暖预寒的一些衣物 那一切都在食物银行 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到食物银行去做领取的一个动作 那在这边今天真的是天气非常的冷 那到我们火车站前关心我们所有的韩市 那在这边也是准备了预寒的衣物跟泡面 那也跟我们所有韩市说 那其实街头非常的冷 请大家务必要动自己的身体 那我们也有准备一些发热衣 然后暖暖包等等 那也希望说比较晚一点的时候 请他们务必要拿出来使用 那也希望说能够度过这几天的一些寒流 花莲市公所准备了保暖外套 长裤、发热衣、暖暖包、手套、薄围、泡面 还有饼干、豆奶、香皂等等 市长魏嘉燕表示 市公所推出的暖心专案不只是协助韩市 包括独居老人或者是有急难需求的民众 也可以通报市公所来协助 前往爱花莲食物银行 让所有需要物资的朋友都可以来领用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